大家好我是修杰凯 我是魏曼 我們在NOW NEWS 今日新聞 最難忘應該還是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的跟女朋友 就是 就是吃個飯啊 然後一起 在家裡看個電影啊 看個影片我就覺得很好了 因為我覺得重要的是相處的時間 那是比較重要 以前都會期待說男朋友要準備驚喜 或是怎麼樣 但是後來我覺得 好像付出會比較開心 就是所以我覺得情人 情人節我覺得我越來越重視情人節了 真的喔 以前的我反而不喜歡過情人節 就覺得人多然後很煩 還有一個月前預訂餐廳 所以你會幫男朋友準備驚喜 那種 對對對 未來如果我有男朋友的話 我已經想好情人節 我要怎麼過了 就是 買一件他可以衣服送給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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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是非常喜歡女生會 喜歡男生喜歡的東西 那我覺得很少女生會喜歡穿男生的衣服 那我覺得如果我的另一半 然後也喜歡我的衣服 然後也願意穿在身上 我覺得超加分的 那如果把你衣服都穿過了 沒關係 我一定會就是一件衣服我就買兩件 就是一樣的我就買兩件 然後知道女朋友會喜歡這樣風格的東西 我就會幫她多準備一套 我本身是真的超喜歡穿男生的衣服 像譬如說男生襯衫 我覺得就裡面穿可能緊身的小背心 然後外面穿男朋友的襯衫在外面 然後再搭一個像Tucky他們家的那種 狩獵或是棒球帽 我就覺得就超有心 然後下面穿一個leggy或是小短褲 你懂男生欸 真的嗎?男生你喜歡這樣子啊? 男生超喜歡 男生不懂高跟鞋 然後不懂洋裝 男生懂的就是男生 還是我是男生 我不懂女生 你好懂喔 對然後我本身 剛剛問題是理想情人嗎? 我覺得理想情人就是 一樣吧 我覺得會懂得愛屋即屋 然後會 會 忘掉過去 然後把focus在現在的情人身上 然後很專注的愛這個人 我覺得就很滿足了 啊 然後我覺得它可以一直給人家看 其實都是還明確的鋒滿 就是有一份Tank 然後很接頭 然後很黏黏的自己的個性 然後我覺得要看自己個性的服裝 是還蠻重要的 然後像我身上的這件 然後像我身上的那件 可是我覺得它非常多巧思 就是我覺得有 衣服上面一定要有一些屬於自己的巧思 就你一定要仔細去看這個衣服上面的圖騰 你就會發現說 哇原來這上面有很多很特別的 不管是它的刺青啊 然後就女生穿的樣子 跟她手上拿著十字架 我覺得都會有自己的風格 那像他們 因為我自己很想刺青 可是 可是因為工作 對礙於工作 女生身上都不能刺青 不然工作很麻煩要遮 所以我覺得 直接刺青就在衣服上穿起來最有心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衣服 真的是男生女生都適合 因為我覺得男生穿啊 你就會變成帥哥 然後女生穿啊 你就會變成有型妹 就是不管你是可愛型 或是性感型 然後或是 或是文青型 穿起來都會有很大的那個反差感 就是當你到底反差感的時候 你覺得你就會很有型 這個動作 兩個人 就不去選擇 是 到了 有 可能 得 還有 試想 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